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职业宣言是三十岁了 就要干他一票大的 其实开工的时候 制片人没说替我 我以为我要上岗了的 拿起嘴就说着 还巴巴巴给人家上课 这叫什么 自己打脸 所以记住了 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失败 在班级排名第一 几个人班里 四十二个 库老师学历 说看法 库尔乐 向上演员 我叫库尔特 不叫库尔乐 那是乡黎 天津TV 能有紧张吗 这不叫面试 我叫库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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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奥际 很土 但是 narrative 不叫的 这不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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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天性好动的少年 在那样一个时候 是怎么能够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跟奶奶一块去抚琴 这个我想主要要感恩我的祖母 因为她对我的培养 可以说非常的喜新 从来没有非常的严厉 或者很克制我 或者必须每天要练多少时间 她可能更多的 去发你的兴趣 或者通过一些奖励的手段 让你来多念情 其实有个现在家长的一些困惑 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像您这个我觉得 可能给电视机前的家长们 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我看您家里 还有一个传承到现在的 叫西湖琴社 是吗 西湖琴社最早呢 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1928年 我祖父啊 在杭州 就是我们现在西子国宾馆里面 构置了一块土地 然后盖了一栋半角三房的房子 那么他就开始 建设传授推广古清 从那个时候算起来 已经90多年的历史 近百年的历史 近百年的历史 那一直都是咱们徐家 代代在打理和传承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派古清啊 他这个形成非常早 在南宋的时候就形成了 到明代他达到了一个顶峰 对全国的古清影响都非常之大 那么到了清的时候 他开始收威了 那么后来我祖父 后来从政这派 他最早也源于佳学 后来出来又跟情友们 或是或有的关系 大家彼此之间相互的交流 去说彼此学习 推广 那么他也是兼容并序 后来回到杭州 从政这派古清 所以说秦界赋予他一个称谓 叫从政这派第一人 所以这个称谓是从这来 对对对 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派古清 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派古清最早像唐代的时候 赵燕丽就讲到 无声清晚 如若长江广流 绵延渠世 有国事之风 对这派古清就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评价 到了宋代 陈玉坚也讲到 京师过于刚进 为两者 之而不也 就这派的古清 之谱而不狂也 文雅 之谱而不狂也 对对对 所以老师在演奏的时候 配那个画面 我当时就想到 苏氏老师的一首诗 水光炼艳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极 就是那个意境 刚好就穿越到 宋代的那个状态 徐老师 我特别好奇 我不知道这个古代的琴谱 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流传下来的 古代的谱子传谱 口传守寿 或者口传心寿 就是通过情人之间 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 当然过去也有手抄本 也有课本 那么这本群群 一共编撰了三十集 收录了从汉位 到民国的三千多数群群 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文字 怎么转化成这种音律的东西 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些文字的 用了它某一个笔画 或者步手来代替 我们的演奏的执法 比如说我介绍一个 这上面有个草字头 草字头下面一个六 然后下面有个竖弯钩 那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古琴呢 有三种音色 一种叫空弦 称为闪音 另外一种呢 就是泛音 泛出来的音 另外一种叫暗音 那么古琴基本上是靠这三种音 这三种音代表着什么呢 泛音呢代表着天音 散音呢代表着地音 暗音呢代表着人声 啊 就是天地人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谱字上 有个草字头 就是代表着是散音 它告诉你 那么下面一个树弯钩呢 是什么意思呢 调应该就有一个树弯钩 那么调第几弦啊 调空弦里面的第六弦 那么结合起来就是散音调六弦 当然我们现在学的琴谱啊 我们可以把线谱和简字谱 合在一起 或者用简谱和简字谱 合在一起来学习 假设我们要把笑傲江湖弹出来 很简单 我们空弦当中 就可以把它弹出来笑傲江湖 欢迎徐老师来给我们 太想听了 大家好 太棒了 怎么办啊 古琴又称七弦琴 相传顺发明了古琴 那么顺谈五弦琴 后来文王五王各加一根弦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七弦琴 欲年底啊 有一部这个大型的古装电影上映 风神 其中有一个镜头 江皇后在那抚琴 她江皇后抚的就是五弦琴 就是为什么咒王认定文王要反 就是因为顺造琴定五弦 文王觉得呢 五弦这个音律不美 我要加一根弦 但是呢在古代呢 只有君王才能够改礼制月制 所以咒王说好家伙 这还了得你要反啊 让他大儿子到都城来做质子 后来呢 这个五王继承父亲的遗志 丁州灭商 最后改朝换代以后 他说了 我大洲能够立起来 就是因为我父亲当年 无形当中加了一根弦 那现在改朝换代了 我要定这个月制 我再加一根弦 所以七弦琴就是这么来的 徐老师 武琴的执法有多少种 我看有什么摇 摇摇摇摇 这个符 招数非常丰富 可以说有三百种 但是呢 他的技巧的难度 其实并不是太难 那您是这些执法都有所了解吗 大概吧 我想请教您 就比如说一首曲子 不同的执法 他弹出来的这个韵律 会有变化和不同 那当然他的音色 节奏都有不同 咱说这么多呀 光说不如听着过瘾 您能不能给我们展示 三种截然不同的执法 我们简单的就是你看 像三种挑和进来 对不对 你看 它也可以摸 摸 勾 同时 你看 也可以弹出去 我们这儿也可以两个手 先按 你看 这个大执托 我这说的不专业啊 我们就是按着这个琴弦 然后用力的来拨弄 这是属于什么执法 按音啊 这要左手按下去的 我们都称为按音 走音 然后按音 可以在上面 哦 这叫按音 对 那第二种执法呢 第二种是 比如说我们是空弦 比如说闪音 哦 这空弦呢 那这 这我也行 这我也行 你没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 我挑一根 你可别跟弄坏了 我挑一根 哎 你看 你看 对 对 对 你不光能 而且声音也不错 你这个声让翔羽小时候 听的一种声音 他没有 我这叫 各位老师 你这个不叫拨琴 你叫抠琴 大家来 我们把掌声 再送给书老师 谢谢 太精彩了 书老师 这个学习的话 不门难吗 学鼓琴 一般情况下 如果今天学 年底的话 估计在 习的团拜会上 都可以表演了 那我就想 接下来 我们邀请两位女企业 来到台上 亲自的 学习和感受一下 好好好 在您的带领下 如何弹奏鼓琴 好不好 来 掌声欢迎二位 鼓琴呢 有两个最重要的 一 它是小指不用的 用四个手指 一个是挑出去 一个是勾进来 这两个手指最重要 挑出去的 你看 是大致帮助它 通过手指去弹 你看 你看 哎 就拿这个 哎 往外 不是 哎 对啊 而且你看中指呢 我们搭在前面 你看 因为它这个角度 是往下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 从七弦弹到二弦 哎 对 哎 一个个就过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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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很棒吧 然后你看中指进来 中指勾进来 成为勾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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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以啊 我就没有这个指甲 这个没关系 这那感觉就上来了 对 马上 马上这个感觉 对 角色到 对 对 它那角度要往下走 哎 对 中指就放在上面 不用离开 但是我们弹笑话讲舞就你看 敲出去连敲 当当定点 对 对 可以啊 可以啊 这米拉多拉索 米拉多拉索就可以了 哎 哎 你看 不错不错不错 对吧 马上学会了啊 哎 真不错啊 你也挑战一下 就刚才笑我江湖那段 笑我江湖 再五圈开始 米拉多拉 拉索 对啊 挺好 挺好 来把掌声送给我们两位美丽的女企业家 说了感受吧 真的就是你坐在上面 你就是融入进去了 而且我觉得徐老师教特别好 我绝对是零基础啊 就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我现在理解了就跟那个小朋友学弹钢琴 先学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 就这个可能像笑傲江湖这两段 这个年底之前我觉得我可以 一定没问题 我们今年底准备要搞言论会啊 好 这个制片人咱们定一个节目啊 王淑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 古琴笑傲江湖 节目组先赞助我一把琴啊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 刚才两位企业家 体验了一下这古琴的这个执法 那么我就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让我们的这个古技艺 手艺文化能够更好地 被年轻人发扬和传承下去 我们之前有个著名的画家 在潘天寿 他也讲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这个任何叙述 唯继承优良传统 唯推成出新方能进步 那么我想古琴也一样 包括我们这派古琴 历代的情人也好 他们都非常注重艺术的创新发展 我呢也尝试进行一些 独奏曲的创作 包括一些重奏曲啊 一些小型的合奏曲呢 也一直坚持摸索和探索 在这方面 因为我祖父也创作了不少的琴曲 那么我们呢 可以说遇到了一个好时代 国家都非常重视 传统文化的复兴 谈到这点啊 徐老师 我相信您和文平先生 可能会有共同的感受 因为相声 大家都知道 它是传统曲艺 但是这些年来 我们不断地挖掘 重新地创编一些老活 然后同时我们也创作一些新活 奉献给大家 包括咱们每年 天津卫视的相声春晚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 全新创编的段子 奉献给大家 同样也是希望能在 挖掘老活 传承相声的这个魅力同时 让更多的人喜爱和接受相声 一切都得在先继承后发展 没有传承就是无根之损呀 所以还是得先继承好再发展 不能盲目发展 也不能不发展 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有机会啊 鸾队 你可以这个跟徐老师学学 回头演出的时候 你让他们说 然后您在后边 给他们辅一曲奥特曼 那真是就是乱弹琴了 来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今天的工作高手 徐俊悦老师 有请徐老师为我们带来 他原创的这首 请大家指线 乐舞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关键词 那这个求职者的大概的形象 是不是已经比较鲜明了 就是他可能经历了一个人生的 从低谷再到高峰的一个过程 我不觉得是 他是我觉得旅败旅战 不断南墙 他不是已经太来了吗 撞了南墙还不回头 他太来了就说明他已经好起来了呗 他好起来为什么还要勇于尝试呢 正因为失败了才要勇于尝试 攀登新的高峰啊 就是 或者说是一直在被否定的路上 那要是一直被否定 遇到徐孟良 孟良一定会给他加油 加油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戴宇霄 三十一岁 四川音乐学院 影视表演专业 本科学历 各位现场的企业家们 主持人们 大家好 我叫戴宇霄 想求职的岗位是新媒体 希望的地点能够在福建 或者是贵州 我的职业宣言是三十岁了 就要干他一票大的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宇霄 你这个一上来说 主持人们 这个门都在哪呢 有点小紧张 这吓我一跳 我想今儿开工的时候 制片人没说替我呀 我以为我要上岗了呢 你就歇着吧 来 宇霄 先给大家说说 你今天这一身是什么打扮 这一身衣服 是清代大厂 那为什么穿这个蓝面式啊 我是一个很喜欢尝试不同风格 以及中国古文化的女孩子 所以我也希望能把我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好 和不同的风貌也好 再次的带给大家 那我问一句 你现在今天这个场合 你这是居家的服装 还是工作服呢 这套服装就类似于还未出格的女孩子 贵族千金家的一套出行服装 特别有那种庭院深深里走出了一个大家闺秀的感觉 不 但是你这么穿的话 我都不敢来面试你了 今天这种感觉呢 我就是觉得你好像就是享受你的人生比较好 你就确定做好找工作的准备了 是的 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我们人力资源专家这样 非常主观的对你的求职意愿啊 对你的工作能力去怀疑的多吗这种人 挺多的 你一般怎么打他们 做自己就好了 我也不需要每个人喜欢我 只要我能在我自己的道路上面发光发亮 做我自己 好 我们给姑娘一点掌声 我觉得雨潇说得非常好 第二个我觉得回应一下库尔特 因为你没有看他本专业是表演 第二个他求职的新媒体 他今天这样的装扮 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有多少能记住他 被别人所记住 就是做新媒体属性的一个第一属性 有道理 所以从这个求职意向来讲 你今天的着装打扮 表达以及刚才他陈述的 我觉得非常好 好 来正好跟你说一下 今天你来找的是新媒体类的岗位 是的 没有意向企业 没有意向企业 期望薪酬是八千到一万 是的 然后工作地点福建和贵州 是的 因为我现在起步在福建 但是我想去一些 我还未到过的城市 特别是今年 我发现贵州的一些苗族文化 还有一些民族传统 我觉得我都挺感兴趣的 挺好 所以想在三十岁的开始 那就去看看 好 咱说你第一个关键词 匹吉泰来 你这之前 你是遇到过很多 这不顺序的事吗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 是进入了一家我非常喜欢的歌舞团 我以为可能我这一生 就会一直在舞台上面跳舞 但是有一次下乡演出 当时地面上就残存了 可能上一场留下来的碎玻璃 导致在地板动作的时候 有小拇指那么大的碎玻璃 扎到了我膝盖里面 因为那一场晚会 大家都准备了非常久 我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 让大家这一次的付出 打水漂 所以我忍着疼痛 完成了那一场演出 但是下台之后 因为是在膝盖的左侧部位 所以没有发现 里面扎进去了异物 后面也没有太去在意 直到一年以后 我的右腿膝盖一直不能弯曲 拍片的时候才发现 右腿里面有一小块玻璃碎片 玻璃碎片在右腿里面 已经移位 好多的地方化弄腐烂 没有办法 我只能退出我喜欢的舞蹈专业 你这一年当中还演出了吧 也演出 那你不疼吗 疼 那你不去医院看看吗 那时候觉得 可能就是一点点小伤痛嘛 没什么关系 舞蹈演员从小到大 受伤都是常事 现在这个玻璃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 它现在还在我的家里 多大块 有我的小指甲这么大 好甲 这姑娘够皮似的啊 鸾队就干演出的这一行演员 在台上受伤 这特别常见对吧 对确实是 我们也有磕伤和碰伤 确实也有 也是在伤演出 对对对 其实他刚才表示这点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他会一年时间那么疼 不去医院去看 对 我觉得他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的舞蹈演员 因为这个机会对他来讲 可能很难得 所以他不想让老师或者他队友 知道我的膝盖有问题 其实是这种精神的硬撑对吗 是 那你这不能跳舞了 梦想也不能继续了 怎么办呢 那段时间过得也非常昏暗 感觉好像可能自己这么年轻 自己以后的舞台梦也就到这了 然后你就去当了教师 是教什么呀 是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 你还能跳吗 玻璃碎片取出来了 简单的舞没问题 然后你 这干了一年 去酒吧当歌手了 是 你这俩 一个是教培 一个是演艺 你怎么就从教培转到演艺 这完全是两条路 我就没理解 是因为钱吗 不是 是因为我想继续留在舞台上 就还喜欢在聚光灯下 对吧 是 好 回到你今天找的岗 你来找新媒体方向的岗 你是愿意在台前去演 还是愿意在幕后去创作 我希望可以把我留在台前 这个是你当老师的时候 对吧 这五个哪个是他呀 真会夸人 这个是歌手 对吗 对 这个是古风歌手 这个是他吗 对 这个也是 你还会弹琴啊 是 这也是演艺 是吧 对 这个是酒吧助唱 好 幼儿园老师 然后歌手 当过司仪 我看资料里写 你还干过汉服店 还组过乐队 就刚才这四位 是吗 对 然后你还做过室内设计师 是的 这姑娘是敢于尝试 小蛋 就你做过这么多的工作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几个 你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讲讲你都做到什么程度了 做得比较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汉服工作室 和我现在的歌手 我现在汉服工作室 已经做了有四年了 他是做什么 卖衣服吗 还是 我们给漂亮的女孩化妆 然后包括帮他量身打造汉服 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是跟另外一个小姐妹合伙 两个人合伙 我们就不用讲你每个月 你就说这四年 你大概赚了多少钱 应该有个快将近三十万 这也不多 您还要挣多少钱 这个是你一个人赚了三十万 还是你们两个人 一共赚了三十万呢 我们两个人一共 那确实 我以为一人挣三十万 我以为一人挣三十万可以 对 好 你汉服工作室这个 我们知道了 第二个 你说这乐队 你觉得干得比较成功 你们这乐队 现在运行多久了 赚了多少钱 我们乐队组建期 也是因为几个小伙伴 喜欢音乐 在节假日 还有周末日 接一接活动 以及婚庆 几年了 也有个四五年了 四五年 你是队长吗 是 你们在哪儿啊 这乐队 我们在福建莆田 因为福建是一个 节日氛围很浓的地方 你们现在这个收入怎么样 收入的话不太稳定 像过年期间 这种结婚或者是年会 尾牙比较多 那我们赚的就比较多 像六月份 七月份 这种节假日 比较少的淡季 我们相对就赚的少 这些年大概赚了多少 平均一下的话 一个月八千到一万是有的 你要现在乐队 每个月八千到一万 你还有汉服工作室 出来干啥呢 相当可以了 我是觉得第一的话 其实你没有职场的经验 第二的话就是你这个完全 就是按照自己的性质在走 所以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进入到职场 其实根本就不是你的舒适区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真的确定好 要走入职场吗 我是想走出我的舒适区 那好 那我们就梳理一下 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 什么能够给你带来你的利润 什么能够你给企业家带来价值 我觉得能给我带来利润的 就是酒吧歌手 但是我觉得我的其他的技能 在新媒体会给大家带来利润 但现在在新媒体上有很多唱歌唱得特别好的人 而且他们比你入行找 这个赛道现在特别拥挤 凭什么你能做得出来呢 我不只会唱歌 我还会跳舞 在跳舞的里面 我算是最搞笑的女生 在搞笑的女生里 我又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来 说到这儿啊 姑娘你既然对自己这么自信 你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我的才艺展示是古风唱跳 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尽数送把墨回首 无欲碎河头 昨夜夜树风中 浓水不下餐酒 失望着恋人缺到海滩依旧 知风 知风 应是绿飞风中 昨夜夜树风中 浓水不下餐酒 失望着恋人缺到海滩依旧 知风 知风 应是绿飞风中 你这个完了 是的 但是我没看到这个搞笑在哪里啊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的这身着装 不太适合搞笑 对 所以就是你来面试 你肯定要把你的优势拿出来 而且我说句实话 如果我进到你的直播间的话 我一定会出去 康尔特你这个有点太苛刻了 太苛刻了 我觉得人家唱得挺好的 你非常让人搞笑 这个不是我让他搞笑 因为他给自己的一个标签 是我在跳舞里面是最搞笑的 所以我是想看到他的优势 但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他跟其他的直播间 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完全不认同康尔特的想法 首先今天从你一上来就很打眼 包括你的股风 包括他的仪态 包括他的整个的装造 我觉得就是吸引别人的 就是增加所有的直播间 或者是这个短视频留存率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做得很成功 第二个 他选择的舞蹈跟他的形象 又是非常统一的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想考验他 其他的技能可以重新考虑 而不是单纯说 搞笑 搞笑是要特定的场合 马老师 我觉得你过于宽容了 就是比如说 他是来面试一个技术人员 那他的才艺表演 我们就单纯的当做一个才艺展示 但他今天的面试 是希望是一个站到台前的 新媒体的一个主播的形象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用 更加苛刻的眼光 去看待他的刚才的才艺展示 我们要看他的专业度 和吸引程度 但是说实话 我在看到你的简历的时候 你里边写着 你是非常知名的一个 音乐选秀类节目的 成都赛区的50强 还有各种演唱的比赛的冠军 但是你刚才在这段表演 无论是从舞蹈 还是从声乐表现上 我没有看到 非常非常让我觉得 你能配得上这些冠军的 实力水平 像你看到吗 现在做自媒体 观众很挑剔 这个现场像个直播间样子 有人支持你 有人踩你 有人不同意你 面对这样的情况 现在做自媒体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其实说实话 因为我之前 可能也只是尝试过一些皮毛 我确实也不知道 我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但是我觉得 我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喜欢我 只要有那么一批人喜欢我 他认同我 我觉得我就可以在舞台上面 唱歌给大家听 好 很好啊 我很支持 直播间里边这点流量密码啊 都玩明白了 喜欢你的会进来看你 不喜欢你的为了骂你 也天天进来看你 这个你是玩明白了 其实你上场 一直是吸引我眼光的 但同时我也跟大卫老师 和其他企业家 有很大的疑惑 和争议点就是 你的履历像一个大杂烩 然后确实没有办法 让我们看到你那一招先 包括你不能说 我是到企业去学习的 我们说二十多岁 到二十五岁叫探索期 你可以用你去学习 尝试感兴趣 但是当你到了二十五岁以后 你能够有更成熟的思维 你应该做你的实践的发展区 可是在你的领域当中 每一个都像一个雨点 砸下去 不深 就变成了小雨坑 我这么一句话 大鹏乱了四季 梦想乱了年纪 好像人一有梦想以后 我多大岁数 我都能干什么事 可是你说 我听一辈子相声 我也不可能说得 跟鸾队一样好 你现在呢 就像挖井一样 就是你这儿跑一点 那儿跑一点 但是你说哪个 你打出水来了 没有 你想尝试 但现在你说 你找新媒体 你写了个新媒体三个字 姑娘就证明 你其实对自己不了解 大卫老师 你说得特别对 然后另外我也想给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其实对于你来讲 非常简单 你还可以坚持做你的歌手 坚持做你的汉服店 比如你穿这样的汉服 你在福田 或者在各个城市 在街头一边跳舞 一边唱歌 自己去做更多的自媒体的内容 先做账号 没有必要 我未来要去入职一个公司 因为你就目前来讲 你肯定找不到新媒体的工作 但是我可以给你主播的机会 我来支持一下选手 我觉得他又能唱又能跳 他实际上是具备做新媒体的基础的 只是他没有那些经验 然后他可能真的需要到一家公司去学习一下 那在这样的基础的情况下 其实他的想法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丽萍我就想问一下 企业家他顶你说 你已经想清楚这个事情 那么你是按照他说的这种节奏 来找这次的工作吗 是的 人家不叫丽萍 就是丽萍是谁 人家叫雨萧 雨萧 哥 哥 记住啊 拿起嘴就说着 还巴巴巴给人家上课 首先咱也别老给人上课 咱们还是给人点建议和这个方向吧 这个第一啊 我认为兴趣和工作是两回事 没有人一辈子我就爱挖沙子的 可是他挖沙子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换钱 你目的是我就爱唱歌 那咱就别图钱 我就爱跳舞 咱就别图钱 够温饱咱就去 可是咱要图钱的哪个挣得多呢 那您就得看哪个多劳动 哪个公司给您多 这跟兴趣是两码事 当然兴趣和给得多 这能凑到一块那就非常幸运了 那就跟我一样了 我认为您还是谁给得多 咱去哪工作 然后兴趣呢 你又没事回家你再拨一拨就完了 我并不想因为哪家给的工资高而去哪里 我想的是哪里更适合我 我在他那块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 我也能学到东西 我才想去 不是那个你给他带来利益 是谁能给你带来点利益 现在这个很难找 我也支持选手 鸾队我不支持你 好 我觉得您去德云社 你是因为给得多去的 还是因为兴趣去的 我是为了兴趣去的 但是你给他的建议是 哪给得多哪去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这二选一 鸾队我挺您一下 因为刚才我觉得鸾队讲出了一个职业规划的底层逻辑 就是要么你是以兴趣出发 把你的能力培养出来 找一个平台能变现的价值 但是在过程当中 可能你的兴趣还不足以让你有能力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方面满足生存去挣钱 另外一方面呢 基于兴趣 你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之外去培养能力 这是一个16小时定律 所以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上 你的最大的矛盾和争议是 你的专业立不住脚 同时你的兴趣也不足以让我们看到 能支撑别人愿意给你一块蛋糕让你吃 我觉得我跟亚应的观点其实不太一样 就欲销 第一我挺羡慕你 你对鼓风很有兴趣 你也爱唱歌也爱跳舞 然后这俩事呢还能给你带来钱了 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这已经非常不容易 我自己的判断 你现在有一件事可能有点急了 就想干票大的 或者说想出名出得更大一点 我的这个干票大的 这个票不代表金钱 是不一定金钱 我觉得你好像更希望有更多的聚光灯 其实好像也不是 坦率说我不觉得他现在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一份什么样的职业 那就先干先做 对对 然后呢你现在不是唱的不够好 或者说鼓风做的不够好 以你刚才的展示来说 你是把两个事情的最不足的地方充分的展示出来了 因为你的这套衣服是不适合唱跳的 它更适合静态展示 但是你刚才非要去唱跳 而你唱歌拿过那么多奖 参加过那么多比赛 你一定有基础的 但是你因为要唱跳 把一首挺好的歌唱到了一个 我们都觉得有走音的这种状态 应该不是你的素养 这就是你在你的专业这部分 没有做到更极致 就像大老师说的 你你哪里都想要一点 然后呢又很着急的想把这些东西都传一起 其实在我看来 你的技能 你的两个兴趣爱好都有机会 并行地走好 只是要把它们做得更极致一点 具体什么方式都不重要 你自己选择一个方向去做好就好 这个就是还是兴趣爱好太多了 还是得自己能定位哪个专业能换取工资 这个很主要 如果要是说都换取不了 那就都是兴趣 所以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劳动所得 你可以真是在下班之余 再报个兴趣班 或者兼职再干点爱好的事 这是可以的 就是人家的意思 谁给你钱 你去哪 咱先想挣钱这件事 梦想和面包有的时候是一回事 但是到你求职 你还有什么想问企业家的 我想问一下 马瑞 因为我确实像他们说的比较迷茫 因为我的标签太多 所以我总是不知道 我走哪一条 如果我是你 我会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我每一天都穿着古风 我去研发一个小的舞蹈动作 或者是我去结合抖音的热点舞蹈 用古风的装扮 去演绎舞蹈的造型 永远记住 如果想做网红 第一点 热点 每一天都拥有热吧 要么你可以通过热点 去输出你的观点 你没有粉丝的时候 要么用你的古风的造型 去跳热点舞蹈 要么去唱热点歌曲 对于你目前从零到一的过程 是最快起号 到这里 来 戴雨霄 我要跟你确认一下 你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类的岗位 做修改和调整吗 不修改 好 希望新筹八千到一万 工作地点福建贵州 有调整吗 不调整 没有调整是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戴雨霄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还剩一盏灯进入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戴雨霄 我们这边有个岗位 就是新媒体的内容 主播和策划运营 两个岗位 我是希望你从这两个岗位选一个 工作地点在长沙 每月工资八千块钱 我想问一下 那工作性质和直播内容 大概是什么呢 直播内容结合我们的业务 来做创意和这个短视频的表演 表现或者是直播 好的 戴雨霄考虑一下选择天鹅到家 或者谢谢再见 给你一点考虑时间 倒计时开始 好 时间到 求职者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愿意 祝贺段东 也祝贺在里面 太好了 我没想到你会愿意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因为这个地点 可能不太符合你要求 但是 没关系 长沙也是好地方 谢谢 来 谢谢 我们下边来一起 谢谢 好 来雨霄回到台上 祝贺东书啊 面试到最后 也找到了流量密码 找到了一个宝啊 对不对 对不起 今天最后这场面试 其实对于你来讲 是完全失败的选择 因为前面大家给了你 那么多清楚的建议 毕竟我已经告诉你 应该怎么去做了 啥叫失败啊 你先听我讲完 我先跟他 你知道听到大家 干什么的吗 并且 你刚才非常坚定说 主持人问一个话题 要不要改城市 我不改 你最后选择一个长沙 这叫什么 自己打脸 所以最后这个结构的选择 记住了 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失败 我觉得不失败啊 人家找工作 找着了 怎么能失败呢 那马瑞也没给留灯啊 我目的不是找工作吗 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姑娘 确实 你要是说 不改这个求知意向的地点 不见贵州的话 人家就可能给你留灯了 对吧 这是第一啊 第二就是 你也找到了流量密码 我们把掌声就送给他吧 反正人家找着工作了 对 也祝贺你 好吧 谢谢雨桥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这就是 我的狼服毒 怎么都是死 你们又不要 人家要了还是数了人家 鸾队 你现在也找着我们的流量密码 这就把一定要留着 我觉得天鹅到家 我会把它当做一份工作 来认真对待 朝九晚五 但是乐队是我的兴趣爱好 所以我也会利用 我闲下来的一些时间 继续地去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 绝不止步于此 我一看到这就害怕 感觉有梦想啊 对 有梦想 没有错 着实得有方向 那你看他来找工作 他又说绝不止步于此 那我就得问出 那个经典的问题了 那你这样能在这家企业 待多久呢 来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求知者啊 江婉彤 二十岁 哈尔滨科学技术学院 小学语文教育专业 大二 再读 大家好 我叫江婉彤 今年再读到二 想找个实习港 我本身呢 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但是现在站在这里 我有点紧张 我今天来这里 想应聘一个老师 助教 批图师 或者是花生士等等 我希望工作地点是在北方 因为我本身是个东北的女孩 不想走太远 希望各位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你说你个儿很高的 你穿这么厚的点 合适吗 而且 怎么的了 日子现在过得这么窘迫吗 这黑色毛衣上又沾的额毛 这又是一个破洞 这是时尚 日子过成这样 还绝不止步于此 尴尬不 有点有小紧张 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 你这个关键词挺给力啊 绝不止步于此 然后呢 又说呢 只能在北方生活 对 大家看他报名表 吉林 汉尔滨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绕开了北京 就是我现在好奇问你 你这个绝不止步于此 是一个口号啊 还是说你的一种求职的态度 不是 就是我觉得绝不止步于此 这代表的是我的能力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专科嘛 然后想要打破就是大众对专科的一个偏见 就是妹妹说到现在 你确定你是要为专科人来证明的吗 不是不是 我是想告诉各位 虽然我现在是专科 但是我想经过我自己的努力 考取本科或者是更高的学历 那咱们就是这个学历往下说啊 因为我有点着急的就是你上来先抛了四个职位 然后紧接着又开始聊这个 对 要晋升学历 这之间有啥关系呢 是为了完成你某一个职位的目标提升能力呢 还是说有你喜欢的专业要晋升呢 我觉得我现在所在的专业呢 在专科的话肯定是不好应聘一个好的职位的 你喜欢你这个专业吗 对我来说我不太喜欢 你是听了家人的建议是吗 对 就是亲戚什么的都觉得 亲戚 老师或者是医生 对女生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就位方向 你现在这个学历进修提升方面做了哪些 准备专生本的考试 我大一整个学期的成绩在班级排名第一 几个人班里 42个 还不错挺好的 那你现在想去专生本也是无奈之举 对因为我不可能学了这个专业 我就半途而废了 那我理解了 那你刚才那几个职位我是不太明白的 就是老师 助教 还有剪辑 还有化妆师是吧 然后那哪一个是你的主要求职目标呀 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老师 因为他是我本专业的 披图师和化妆师是我的爱好 所以如果说让你有一个明确倾向的话 是优先以老师为主 但是你要说老师咱们舞台上八位企业家 恐怕没有能提供岗位的 但是说到这儿我想给你一个励志的例子 来你看我们库老师学历 看库尔勒 哎哎 向上演员我叫库尔特 不叫库尔勒 那是香梨 他不是梨 他不是东西啊 不是 这个是个人名 你看我们库尔特老师 你知道他什么学历吗 初中学历 谁说的 小学 我是大学没读完 你看大学都没读完 他都专家了上哪儿说理 但是学历 我们一方面说 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全部 但是姑娘不得不说 学历现在某种意义上 它也是能力的一部分 而且也关系到你后来的求职 因为我觉得我选择了语文教育这个专业 我就要给它读下去 就比如说我喜欢化妆 我选择了化妆 但是我觉得以后工作的话 选择化妆也不一定是一个适合我的 不是 就咱别往下这么说了 你这个意向岗位 你写老师助教化妆师意向企业 你写的是修图师对不对 对 完了你又告诉我 这化妆师以后也未必能找着着工作 不是 不是 我说就是可能就是 因为我没有系统化的学过化妆 学过P图嘛 可能就是能力方面不太充足 孩子你吓死我了 你接着聊 然后你就是对这些感兴趣 对不对 对 你做了哪些努力 我今天带了我的同学 然后他都知道我背后做了哪些 你想把他找来 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优点 是吗 嗯 来我们掌声欢迎他的这位同学走上舞台 你好姑娘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江婉彤的亲友团 也是他的大学同学 我叫张欣杨 我今天来的目的呢 就是证实一下 他确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你们俩太逗了 你是来证实一下他 合着他前面说的就真有假 没有 没有 没有假 你又想来夸他对吗 你有点紧张是吗 那肯定紧张啊 为什么紧张 天津TV能有紧张吗 别紧张 你说说你夸夸你眼中的婉童 婉童他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 他嘴比较笨 就不自信 因为他长得其实挺美啊 我呀真听不下去了 你们俩这说到现在八马褂 哪也不挨哪儿你知道吗 我是他人生新阶段的一个见证者 你比学家还会统词行 学校有一堂课叫大学生职业规划 其中大一可能就会有 你们好好上这堂课了吗 课里的内容回去好好看看 一定是有关于你的简历怎么讲 包括你在面试的时候怎么说 你们两个说的 互相证明的都是形容词 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能力 能力啊 然后知识专业啊 包括哪怕是说有目标 你的目标本身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目标是生本 妹子 你上来你是帮他来打气的 对 就不要再去说他的很多缺点了 我现在听完之后 对他一点细心都没有了 你赶紧把他拿换是亮点 帮我们总结一下 人家目标是上这个天津卫视 哪说人缺点 你都听明白了 人只是说长得挺美丽的 人不是刚刚说的吗 对 这是个求职节目 是你得容忍慢慢说呀 你还没说 你就巴巴巴说 你得让人说是吧 本来人就找着工作了 马上都 哪儿呢 这还没选呢 找到 你接着说 人家好好说 问题就是 你得说说啊 这个妹子的工作方向 因为咱这不是争婚的 广看夸得美 这不行 他特努力 他都怎么努力的 他刚来的时候 成绩还是很低的 然后他一个学期 名次就上来了 好 那他用什么方式 我们每天大部分午睡 他去上图书馆学习 基本上是一周七天的话 周六周天得放假了 四天吧 除了这个之外 晚上大学 咱都放学了 下课了 晚自习也在学习 也坚持学习 对 这个行为在你们同学当中 多见吗 不多见 同学眼中的姜婉彤 什么样啊 也是挺努力 挺刻苦的吧 因为他属于是独行侠了 这个我好奇 怎么叫独行侠呢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就是一直在坚持学习 我跟他坚持过一段时间 后来就只变成见证了 那他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参加过社团呢 有没有在学校里 搞过一些活动啊 我们想要了解 他组织能力 有没有 那个说 我打断一下 我这个问题 我特别想让 选手本人来回答 对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说 把他的青少团找来之后 然后所有的都是 找一个嘴涕 这不叫面试 稍等 咱们先让这位小姑娘 先休息一下 在台下看晚童面试 好不好 来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他的这位同学 再见 离开舞台之前 再给你的好闺蜜 加油打气一下 你就是发挥的那一盒 别辜负自己的努力吧 好 谢谢 好 那刚才企业家的问题 你能回答一下吗 我在我们学院 参加了团委的组织部 组织部会平时组织 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你有没有参与 就是每周三都有团课 然后我们会去检查 每个班级的黑板板报之类的 晚童你的这个回答 让我就特别的诧异 坦白说我也没从你身上看到 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素养 更没有看到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他对待职场这件事情的认真的态度 我想问一点跟你那个求职相关的一些经历 我看你下面写了化妆师 还有修图师嘛 这两个职位可能不需要你太会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我想针对于这两个职位 你有没有能拿出来给我们展示的东西 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有 我带来了我的P图的前后对比图 是我自己 然后我P了之后的 果然啊 相亲这个事还是在线下 你有什么P的呀 APP 你知道那个P图师都是用什么软件 我知道都是用电脑上的办公软件 那你有没有做过呢 这个我没系统学过 那您见过那种做修图师的人 是用手机去帮别人做修图的吗 没有 对呀 那如果你想去找这个工作 你为这个工作做过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没有什么准备 因为这就是我的爱好 如果说就是需要我来承担这个职位的话 我会系统的去学习 对 但是我请你来不是来请你学习的 而是你具备了这个能力之后 我给你合理的薪水 那另外一个化妆师 你有没有就是画过的一些化妆的作品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是其中一个 画的别人还是画的自己 我自己 这也是 宛彤 你的化妆是在哪里学的 是自己看视频吗 我不看视频学 就是自己摸索 你每天出门都会化妆吗 基本每天的化妆 你多久了 两三年 你帮别人画过吗 画过 然后别人都说 我把它画成了我自己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 你是一个学习能力会非常强的人吗 我自己认为还是不错的 那马瑞 就单从他现在展示的这些化妆技能 你觉得他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化妆师 就当下的话 我无法决定他是否能成为化妆师 但是他做我们的化妆的模特 是完全是够格的 聊到这基本上你看就清晰了 你想干的 你目前好像还真都干不了 首先的话 我是觉得他的这个理念是有问题的 是说我想做什么 你给了我机会之后我再去做 而不是你先去把你具备的 这个能力拿出来 告诉别人你能创造什么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失伪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年轻人 大家都会认为 是我缺少了机会 所以我才没有 这个首先是不对的 但是我倒觉得你的情绪管理是特别好的 你能不能帮我总结一下 来到这个舞台 你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第一个最大的收获 肯定是面临这么大舞台 然后这么多很厉害的企业家 跟我就是有很多胆量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让我明白了 就是你不是这个专业东西 不专业的人确实是胜任不了的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舞台呢 为了找工作嘛 但是你在线下有投过其他的简历吗 给幼儿园投过 然后还没开始面试呢 然后我想着抓住每一个机会 毕竟机会不能等人嘛 好 那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在这边拿到机会了 你幼儿园的机会也拿到了 那你机会多了 你的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幼儿园的我还没有面试 如果这个我得到的话 那我就可以不用去面试了 好 那你最理想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就是 我喜欢的 然后适合我的 我觉得是不是年纪都大了 有点不理解大二学生的状态 我想了一下我大二的时候在干嘛 我大二也开始出来坚持 我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家教 还有一个呢 我就开始帮人做翻译的教稿 但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赚点零花钱 跟我后面的职业规划 其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在大二的时候 没资格想职业规划 我觉得这姑娘 就你现在找工作 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给以后做铺垫呢 你如果想要为以后的职业规划做铺垫 我的建议是大肆再说 因为你现在的职业的方向 学的东西远远不够 不要着急 如果你是说 出来做一下社会体验 我觉得挺好的 我并不鼓励学生 只在学校里待着 那如果是那样呢 什么样的工作 在我看来都可接受 特别赞同磊哥的建议 说实话 你进到任何家企业 不管跟你学专业相关 或者其他相关的 他都是学习 对你目前只有帮助 没有任何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助理感啊 行政感啊 或者是前台接待啊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干 你是否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明白 对 因为这个信号很重要 这个才决定 企业家是否要给你留灯 咱们现在考考你的职场情商 好不好 好 领导让你平时 都关注某个同事 如果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要汇报 你会照做吗 那这就是要分一些事情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 如果这个问题 是对领导有益的 然后对同事 没有什么坏处的话 我会如实汇报 如果说对同事 可能有些坏处 但我可能会先提醒他 然后告诉他 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不会说 就是直接 直接告诉领导了 我想听这个 联队看到这个职场情商提的话 您的答案是什么 谓语啊 相关来矣 开言要顺人心 这都是老话 第一啊 领导让你看着点他 如果要是我干呢 你先看这领导 说这话的时候 他是想给他升职啊 还是想给他降职 先看这领导是爱他 还是想坏他 你可能会说 你不要考虑这些 我能想到这个话题了 我肯定会考虑这些 你也不要说 你不要你以为 你既然问到我了 就要我以为 哪怕我的观点是错的 比如领导想给他升职 好 那我就办 给他往升职那么办 领导要说明天 让他去下岗 那我就找他的漏 让他后天就让他下岗 如果要是我 我就是这么办 咱们节目播出以后啊 反正德云社这帮人 肯定都学习他了 对 你肯定 那是领导想干嘛 回头你再说的时候 后期老师给那个 鸾队下边打一字幕 鸾云平的职场经 这就是你要是 这么二十来岁的 不能说是小孩 反正也是小姑娘 打这题太难答了 反正是搁谁打 算是一个意识吧 对 你搁谁打也够瞧的 当他说完第一段的时候 我会认为 你这个本身就不对 你首先的话 你要知道的是说 你还要去分 那请问 谁在帮你付钱呢 你在考虑的是 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没有考虑 我领导给你的任务 我刚才我说的 如果就是对领导 有益的那些问题 我会如实汇报 姑娘 我不要你以为 你帮我判断 有益没益 没有用 问题的性质 我来判断 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要汇报 就问你会不会照做 不要在这当中 想着说你去判断什么 其实大老师 一个好的学生 不一定会是一个 好的员工 或者说好的社会人 还是您会总结 你学习成就很好 你很努力 因为学习这件事情 相较以其他的 这些社会性的 一些工作之外 它还相对单纯 靠你自己的努力 你是可以做到的 可能不太需要外界 但是你其实现在 我倒不会建议 你要去做什么兼职 做什么岗位 但是你核心 要想明白的是 你要通过这些岗位 锻炼自己什么 你现在其实最缺的 一方面是 你性格上的短板 你不够自信 你很漂亮 但是你反而 唯唯诺诺诺 第二就是你的 语言的组织表达 和自己的思路 是不清楚的 所以你接下来 无论做任何的实习 一定要想好 我要锻炼我这些短板 接下来为你以后再找工作 打基础 来吧 姑娘 聊到这儿 你除了老师 助教 修图 化妆师 这几个实习岗以外 你要不要调整一下 可以 就是企业家们觉得 适合我 就是需要我的工作 我都是可以的 意向企业是修图师 别的企业考虑吗 考虑 也考虑 来吧 有请留灯的七位企业家 根据姑娘今天的面试表现 做出选择 祝哥 你还剩下一盏灯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 盘前不伤感情 因为设计师 我们是美妆品牌 也是目前成立四年了 我们目前的公司的主阵地 主要在广州 我为什么留着你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我的公司 能做大概几类吧 比如说助教主播 妆容的 妆造的助教 还有一些模特相关的 因为现在大湾区 其实经济发展非常非常之好 我也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时间 到了广州发展 所以如果地点OK的话 我非常欢迎你加入修图师 实习薪酬 五千 就是没有离北方近一点的地方 我们暂时没有 暂时的主阵地 我们都在广州 看来你啊 未来这个求职道路 要学的东西有很多 来 姜婉彤考虑一下 选择修图师 或者谢谢再见 即时开始 时间到 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感谢马瑞 也感谢姜婉彤 就因为地点不合适呗 对 地点有点远 再加油吧 再找吧 说实话 如果今天全场的灯都灭了 我当时都在想 是不是把你带到上海 我带你的最主要的理由 是因为我想叫你去长见识 人家上没上海 对 我知道 你可是带上海的嘛 我知道轮队 就是你一定要清楚的是 今年我们有1187万的大学生毕业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能够去获得这样的机会呢 我当时为什么会说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上 是因为我觉得你比其他人勇敢 你知道这一块 各位企业家 他会不拘一格的去降人才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能明白吗 孩子 明白 所以你这次你放弃这个机会 很有可能以后会让你的路 走得越来越窄 要能力 我们没有突出的能力 所以我真的是想提醒 所有电视机前的大学生 我们先去就业 再去折业 先去找到一个活我们去干 而不要总是挑挑担担 哎 苦口婆心啊 但是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 优秀的大二的学生 祝你今后的求职 一切顺利 再见万童 再见 我就还是要适合自己 他实地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怎么劳动获得工资 也比在家带着墙 应该去他的实施打工 去和老员工学习 学习肯定是好的 但是也不能光指着文凭 还是有工作经验 以及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情商也很主要 求职还是要实际一点吧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 全拼at163.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 全拼2010at126.com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是大卫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亲和管理 严谨津洞察 这怎么这么像企业文化 其实我在想 他把自己定义为严谨 就这八个词放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觉得有点违和感 那他年纪很小 上来就说管理 其实会让人 有一点点担心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 这位22岁的求职者 走上舞台 王傲凯 22岁 长春财经学院 法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傲凯 是今年的 法学专业的应届生 然后在校期间 获得过这个 国省市数项荣誉 也在此期间参加了 一些这个社会实践 跟建制工作 积累了一点点经验 今天很开心 来到非你莫属的节目 希望给自己找到 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 也不希望各位企业家 错过这么优秀的一个员工 谢谢大家 不希望 阿兰姆妈报名的交给我 奥凯你上来 我看到你的提示词的时候 就觉得你为什么 有这样很大的反差 写下那样的词 每个人可能都是 有很多矛盾点 才能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词 就是想让大家 更好地认识我 你觉得自己有亲和力是吗 因为在校期间 曾经做过院学生会的主席 还有班级的班长 但是跟学弟学妹的沟通 我也会跟他们 就像朋友一样唠嗑 会觉得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上下级 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也不会说 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一些词 然后觉得这样 可能就比较亲和一点 有没有具体的事例 比如说在那个 我大一的寒假 竞选成功了一个企业的辅导老师的小组长 当时我要接触的一共十个辅导老师 大概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因为人嘛 我觉得感情是最重要的 肯定首先跟他们沟通感情啊 包括平时唠嗑都不会有那种管理上的那种等级区分 恰巧我敢唱歌 还唱歌就是也不跑调 然后这种特长也让我跟他们拉近了这个距离 你觉得管理需要等级区分吗 需要 那你为什么又没做呢 有等级 但在这个等级当中 尽量把自己性格当中温和温柔的一面展示出来 奥凯 我说你这孩子挺矛盾呀 我是挺担心你会逃避冲突 然后我要跟大家谈情感啊 用这个东西把这些预盖弥彰掉 其实在管理当中我是有这种担心 反而我觉得你挺好的 因为你想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有向上管理的这个意识和实操的经验 这点上绝对是加分的 我怎么觉得你没有太直面的回答问题 就我一直在找你的答案 比如说大伯老师问你的亲和力 我都听了半天你也没说说你有还是没有 就这样 因为问我这个亲和力体现在哪 因为我恰巧要说一下这段事 然后让各位企业家感受到我在这事当中的亲和力 小伙子别绕说重点 你在这个小组里面你如何做管理 你如何做亲和把这个点说出来 就是如果这个小组有矛盾 我会用亲和的方式跟他们接触 发现矛盾所在也就是问题所在 然后用相对柔和的方式 反正看就人不同嘛 处理的方式肯定不同 就真的有具体的经历嘛 比如说我作为三创赛的这个组长 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分工 但是其中有一个学姐特别擅长做PPT 他也想展示自己路眼的能力 但是路眼是他非常不擅长的点 然后我跟他沟通 首先肯定他 姐姐你做这个PPT就是特别优秀 怎么样 因为人嘛 每个人都喜欢听到夸自己的话 而且路眼 我不会否定他路眼的能力 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有数 我会肯定另一个人 我说他这个路眼其实挺适合的 最后他就自己也想清楚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你这个再说下去 我都忘了问题是啥了 就是你太想做到面面居到 其实可能领导当久了 他有一个表达习惯 是先给你讲一个小例子的一件事情 然后又总结 讲一两句又开始总结 对对对 所以夹序夹义不太好 我要说相反的意见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这段话 是为他加分的 为什么 因为领导力是真正的 把这个人的阻力变成动力 你会发现他找到别人的优势 然后找到别人的优势 他也发现这个人的劣势 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 我把他的优势 然后发挥到更大化 而且我通过我的语言跟他来讲 让他知道你的阻力怎么变成动力 然后他弱的那个点 可能你还会相对安慰他 这就是调整人内驱力的一个很好方式 这样陈伟 刚才你说的没有问题啊 向下管理的过程当中 他的沟通能力确实挺强 但是现在是一个向上汇报的过程 大家想听他向上管理是怎么样的 但是汇报的这个过程当中 让企业家听晕了 就是陈伟老师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 这是什么是老板在向下兼容你 但是呢你在汇报和回答大卫老师 包括我们其他企业家提出问题的时候 你的那个论点和论据都是不相关的 我们得自己去想啊 为什么你举这个例子 这个就导致我们 倾听你的沟通成本很高 我觉得确实一开始 可能表达有点绕 但是我觉得没有把自己 真实的自己展示出来 真实的肯定和上面有点出路 因为确实紧张了 好 知道了 这个你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是吧 然后也善于发现人家的这个优缺点 也能够善于做一定的人际沟通 这算你的亲和还是管理啊 还是都算 应该都有体现一点吧 那你在管理方面有什么成绩 能够让各位企业家了解呢 就是刚才那个三创赛获得了这个省一等奖 然后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立项 什么的一等奖 你的什么 最后实现了国家级的立项 最后这个项目就是发挥了团队 每个人当中的作用吗 一个什么具体的项目 又开始了 立了什么项 就是那种线上的农业种植 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然后我们网友可以在上面选 自己又在这片土地上 种植某一样产品 我给你请一位企业家 给你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好不好 好 冠声文化的杜远志先生 他们的团队刚刚在某项国家级的比赛当中 拿到了大奖 请杜远志用简短的时间来告诉你 什么比赛 拿了什么奖 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 有请 远志 我们参加的就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我们的项目名称叫冠声文化 让声音赋能中国文化成风出海 是一个全研究生的阵容 有八个博士六个硕士 最终呢我们是拿了北京试赛的一等奖和全国国赛的金奖 刚刚取得的 谢谢 谢谢 你看看 这就是面试的时候我们想要的 王好凯 我们可没难为你啊 我是 你自己毅然决然地给自己坑坑坑坑挖了四个坑 亲和管理 严谨洞察 你现在洞察到你自己表达上的小问题了吗 对 我发现自己的问题 好 接下来就直接说干货 比如说我问你有什么事例啊 好 我呢某一年某一年到哪儿 我在哪儿干了一个什么 我管几个人 我通过 大卫老师您不能这样偏袒年轻人啊 你这教得太具体 您就差马上 这个东北小伙子你说 还都来了 东北孩子我这心存不忍 我能感受到你对这个孩子 他的这种性格的欣赏 甚至想给他舞台 但是其实今天他确实要历练 因为奥凯你开场做了一个很高调的说 不要让众位企业家 错过这么优秀的一个男生 希望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 也不希望各位企业家 错过这么优秀的一个员工 你又学的是法律 你得对得起你的逻辑自洽 对得起你这个专业当中的沟通表达 这样吧 我们面试进行到这儿 有技能考核 我按一下暂停键 接下来唱首歌放松一下 但是我希望你唱完歌 我回到这儿的时候 奥凯 你的讲话 不要那么的深奥 好吗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求职者 阳台山之高 船是空隧道 身在接天的怀抱 年轻的心跳 动众在骄傲 人中成仙的微笑 蜿蜒黄河水 相聚动入海 拢出陶剑与浪尾 这心海生灰 九州的笑蕊 一动神飞 东风静静吹 天下 天下 相亲与相爱 东神千里外 心自称一脉 今夜万家灯火时 或许隔窗外 梦中假定在 天下 相亲与相爱 东神千里外 心自称一脉 今夜万家灯火时 或许隔窗外 梦中假情在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咱聊聊严谨和洞察 你怎么个严谨和洞察呀 在律所之前实习工作嘛 在律所实习过 遇到有这个洁癖非常严重的客户 然后会观察他平时的一些习惯 然后我们在这个接待他的地方 我会准备好所有的纸巾 还有水 甚至是厕纸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具体都需要什么 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得 尽可能的严谨一点 有洁癖的人他心里有一个清单 对 每一项都要提前做到 对 我多少也有一点 所以你刚才在说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我和你打交道的话 业务先放到一边 但至少我觉得两点 第一点 我的细节有被观察 我的喜好有被尊重 所以作为客户来讲 我觉得你给予我的这样的情绪价值 我是非常认可 而且这道题是您给他送了个分 他还接住了这个分 就这一道题大家特别好 我就一直在阅读它 但是我在你身上什么也没读到 我也不知道你的专业到底是什么了 你虽然说你学法律的 但是呢 跟这个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然后呢 你说你获了什么奖 获了什么奖 奖学金很正常 代表你的学习 但是你出去参加比赛那些吧 你说你是个队长 但你参加这个三创比赛 讲了个农业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发挥什么 专业也没融入进去 对 它的作用你也没听到 对 我觉得特别碎 特别散 就是我看你的整体的过往经历来讲 你都是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然后你最后一次工作经历呢 是到了二十三年四月份 那么你从那到现在 你干了些什么呢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你工作上面的事情 就你二十三年七月份毕业以后 你做了什么呢 一边学习一边兼职 学什么呀 发考 考着来了吗 没过 然后一边发考一边兼职 对 兼职干了几份 一份 就是假教类似于 那你能不能就是因为我看了 你一直都是做跟教育相关的 对吧 都是讲师的 你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展现一下 你的这个讲师的能力 我觉得那用人呢 是用人之常 只要他的优点 符合我的岗位需求 这个人就可以用 其实我是很急切地 赶紧走入 咱们走入下一段 让我们可以开始选择他 哇 这就要做选择了 富梅好喜欢你啊 那我们就让富梅来阐述一下 作为曼合物业的总经理 您的企业 对于这种出入职场的 应届毕业生 有哪些判定标准 您在他面试到这 从他身上看到了哪些特质 和您的岗位是有匹配的 我们有一个岗位呢 我感觉的就是特别适合你 叫做管家 是一个客服类的工作 他需要逆境的这种情商要高一点 那我从你身上看到你从求学 一路在追求完美 在获得各种的奖项 而且你又有法律背景和法律知识 我们物业的工作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法律常识和知识 来支撑的 那我觉得你有公关客难的精神 然后又有法律背景 而且你又非常有亲和力 就是能够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这些都足够好的具备了一个 管家应该有的素质 那你现在存在的缺点呢 它的表达现在就是我们最需要纠正的地方 它有点啰嗦 有点不能一下就触及到重点 这个呢是需要去学习和提升的 谢谢 你看听到这儿 至少人家富美总对你的评价特别高 那我们不妨通过职场情商课来考察一下 同时也让富美看看 他在这道题当中 能不能展现出和管家这个岗位有匹配的能力 好吧 来看大屏幕 刚入职和同事聚餐的时候呢 你以为是AA制 你先垫付了以后 同事们却没有赚给你钱 你会怎么办 因为我 我误以为是AA制嘛 后来可能通过朋友聊天发现 不是AA呀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 因为同事就相对来说关系好一点的 然后让他在群里头给我赚钱 就说就直接就AA完了直接赚给我 那也就意味着提示其他的人都会赚钱 如果谁不赚真的很尴尬 那我问一句 在现实生活中你发生过这种事吗 有个类似的事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那我问你AA看 你能接受 同事就是没给你钱 然后你心里也会不舒服吗 看是多少了 我有的话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小事了 因为平时也会 我们互相请客吃饭 其实没有啥 我说你20个同事人均500块 那我都电不出来 我觉得我能电起的话 那我也可以请 比如说你们10个同事吃了100多 这个能电得起 这个看我自己的范围 如果就是马上接触到我这个所剩余额了 我肯定心里会很难受 但是还好了也 因为这是小问题 这个问题我再追问一下吧 因为你不面助理感吗 就比如说 你是跟你老板和其他人一块出去吃饭 原来呢应该你老板付钱的 但你作为助理呢 现电款特别正常 但你老板把这钱给忘了 你怎么办 我得平时发现我老板是啥样的人 如果他不是会计较这些钱的人 那我就大大方方跟他说 如果是另一种 就是他比较计较这个钱的人的话 我看多少 就是少的话 我可能就不要了 说实话 如果要是多的话 我也会有一种方式提醒他 要么你是一个心思缜密的 你说如果我做法律严谨的思维 我是这个事 我就不会让这个误会发生 我肯定事前生命问清楚 咱们同事之间 是不是有AH的聚餐 或者是新同事来要请客 那代表你逻辑严谨 如果你这个没有 只是硬撑着去 怎么去找别人要钱 其实情商也没体现出来 真的不太好 我都听不下去了 他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来到这个舞台上 就是希望各位老板 看到他的特质 能够给到他适合 他发展的机会 对于一个大学生 毕业三到五年 最重要的 跟什么人 在什么平台 见什么见识 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 他来到舞台的目标 你认可他吗 我认可他呀 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很用心的人 这个我是很认可的 而且你是一个很啰嗦的人 然后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来我们美在当下 做个妇女之友 好 还剩三盏灯 祝贺你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的岗位是客服 四千五 北京或石家庄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细心的人 我觉得特别适合 客服的岗位 美在当下专注女性 价值成长 我们有两百多万的 付费女性会员 然后给你的岗位是客服 贝斯在北京四千五百家 我们是曼合物业 专门做 精英家庭的这个物业服务 我想提供的岗位呢 是客服管家 薪金呢是六千 然后呢是有实习的要求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 三个岗位 两个是客服 一个是管家 考虑一下 走过去 灭掉你放弃的那盏灯 谢谢 好 回到台上 有请二位走上进驾台 非常希望你能够来到 曼合物业 我们有非常完善的 培训体系 让你从来没有做过 这个职业和这个岗位的人呢 也能够很快地上手 成为一个真正的 符合要求的职业管家 你好 奥凯 美在当下呢 这边给到你的 是客服的岗位 做客服就是对接会员 就是他这个上升空间是 你可以做到客服部经理啊 慢慢晋升呀 做到公司的搞管啊 好 王奥凯考虑一下 曼合物业 美在当下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曼合物业 祝贺富美 感谢陈薇 去吧 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特别谢谢你 特别谢谢你 希望我们真的能合作 好好好 先后来进行 好 姐 谢谢你 谢谢你 走出学校 你就其实不是学生会的干部 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忘掉之前很多东西 重新开始 从零出发 祝贺你求是成功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最后我选择 曼合物业是因为 不懂的人 我觉得很好 他很有亲和力 而且我跟他之间 在这么短时间内 建立很强的这种信任感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 曼合物业 报名参与飞你莫属节目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飞你莫属全篇 2010 at 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飞你莫属招聘全篇 at 163.com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是大卫 下期飞你莫属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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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